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在黑洞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是,霍金的黑洞理论主要停留在理论横面,关于天文学中的黑洞毁灭恒星现象一直没有观察到,但是,最近天文学家们第一次观察到了黑洞毁灭恒星的现象,这可谓是突破了天文学的历史。 科学家们观察到黑洞吞噬恒星现象的过程是这样的,在距离地球近1.5亿光年的地方,有一对相互作用的星系,被天文学家们命名为俄二九九星系,造在2005年,天文学家们利用威廉和星二望远镜观察到俄二九九星系产生了大量的红外辐射,从年满些时候,天文学家们在同一地点,发现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无线。 无线电发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们可以检测到这个发射源,仅发射孔外线和无线电波,并不能够检测到可见光和X射线。 这个黑洞的质量特别大,大概是太阳的2001万倍。 通常情况下,超大质量的黑洞是处于安静状态的,它们并不会吞噬任何东西。 但是,贝亚尔,二九九星系附近的这个黑洞,去自裂并吞噬了一个比太阳大两倍的恒星。 黑洞吞噬恒星的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作潮汐破坏。 这次潮汐破坏事件,可以给我们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们了解黑洞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天文学家们表示,增长最快的超大质量黑洞,可以在两天内吞噬掉一个太阳。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订阅仁与点栏目。